中国春节还没过完,中东局势再次升级 以色列干了一件狠事,西方盟国依然不满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中国春节还没有过完,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了 以色列干了一件非常狠的事 全球地缘局势呈现风雨雨来的趋势 根据综合新闻证实 近日,以色列军队针对邻国利巴伦境内目标 发动了大范围的空袭行动 据利巴伦国家通信社的消息 截至目前,义军这次行动造成了数人死亡 甚至有两人为儿童 那么问题来了,以色列为什么主动激化矛盾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自从这一轮八一冲突爆发后 利巴伦珍珠党一致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牵制义军 导致以色列无法有效整合全部力量去消灭哈马斯 前不久,利巴伦珍珠党针对以色列北方司令部基地 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 因此有理由进行报复 那么第二呢,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 一致把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示威哈马斯最后的据点 为此有消息之出,为了实现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作战目标 一军打算,针对拉法发起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 在发起地面军事行动之前 以色列有必要震慑蠢蠢欲动的利巴伦珍珠党 让其不敢轻军妄动 那么我没有把话说回来 以色列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因为以色列军队正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与哈马斯激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军大规模地空袭利巴伦境内的目标 只会进一步的激化矛盾 理由很简单 既然利巴伦珍珠党打定主意帮助哈马斯 就不太可能因为以色列的武装威胁而打退堂鼓 这种做法就混不下去了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 接下来利巴伦珍珠党势必会展开激烈的反击 以色列与利巴伦珍珠党之间的冲突只会扩大 不会缩小 这样一来 鸡军不仅没有起到震慑作用 反而需要部署更多的兵力 在边境防备利巴伦珍珠党南下 总之以色列的做法并没有任何战略意义 只会把自己脱落更加糟糕的境地 除此之外 以色列试图针对拉法发起地面军事行动的做法 也不得人心 因为拉法口岸已经是加沙地带与外界唯一的运输通道 国际社会针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 都必须经过拉法口岸 另外加沙地带超过140万巴勒斯坦人都在拉法地区聚集 一旦一军进入拉法地区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事实上对于以色列的做法 难怕连盟国也看不下去了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站出来发声 表达自身的不满 而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 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三国更是发布联合声明 要求立即在加沙地带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坦白的讲 这一定不是澳加新三国第一次就八亿冲突发布联合声明了 但这次的声明有所不同 之前澳加新三国的倡议是实时可持续停火 而现在三国官方措辞已经转变为立即实施停火 这里面的态度转变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因此在这里奉劝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 还是早日认清问题所在 尽早停火与哈马斯进行和谈 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